好 大家都會有出過旅遊的經驗 如果發生類似的情況怎麼辦呢 照理來說一般的飯店會有SOP 如果房客進不來的話 櫃台或房屋人員要先核對房客的身份 確定你的房號再引導 而且呢 現在呢 其實你也可以掛上這個請勿打擾的牌子 甚至是把門扣扣起來 外面的人就算有房卡 門也打不開 飯店的門如果被不斷的轉動 大多數的人恐怕都會膽戰心驚 也大多會尋求業者或是房屋人員的協助 但他們會怎麼做 業者直言 房客若不得其門而入 絕對有問題 櫃台或房屋人員會先核對身份 協助查詢房號 再引導處理 絕對不會客人說幾號房就幫忙開門放行 不用等受影響住客 擔憂詢問 會主動至上千億 並解釋來龍去賣 若單以客人走錯房 一句話帶過 轉身想走 就是不及格的NG應對行為 如果民眾又回到同樣的地方住宿 卻被安排在一樣的樓層 恐怕也不太舒服 避免讓顧客再有負面觀感 若真沒其他樓層房間 也會跟旅客溝通 並提供額外服務 降低不適感 業者也提醒 民眾投訴在外 進到房門 第一件事就是確認門是否所好 更謹慎一點 可以掛上門鏈 並用行李箱 大型物品擋住門 若有陌生人不斷敲門 或想進到房內 可用房內電話 聯絡櫃台協助 絕對不要 輕易開門 業者如何協調 顧客住宿問題 也考驗危機 處理能力 華視新聞 曹文生 黃瑞琳 台北採訪報導 哈囉 我是謝嘉璇 想要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碼 趕快訂閱按讚 開啟小鈴鐺 鎖定華視新聞 YouTube頻道